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战前我们要求这场必须拿下 否则想出现就要看对手的赛果 谭莫伦战马来西亚 三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并不是能力短时间有了提升 更多还是心理压力后来放下了 之前压力没有转化为动力 我们一直说放下压力 但在成绩指标面前不可能没压力 小组在第三场为荣誉而战 没有成绩压力了 球员更多的注意力就放在了技战术发挥上 本届国庆旗有海归球员 又有在中超打过比赛的球员 为何成绩会不理想 程耀东说道 这些是优势 但要看跟谁比 跟自己比 跟之前的队伍或其他年龄顿队伍相比的确是优势 可一旦同对手相比 就没有是可言了 成绩没打好竹鹰还在教练 球员心理状 太美调整好 是需要认真总结的 谈本纪赛事的经验教训 这批球员最需要提高的是心理状态 现在已经跟亚洲强队有差距了 短期内谋求技术提升很难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谋求短期内能使队伍实力有所提升的办法 比如军体 就是磨练一致品质 提升自信心 此外现在采用较长期急速模式 对我们现阶段的水平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现在是亚洲二流 香港超一流只能让队伍模合时间多一点 默契度更高一些 再去多打高水平比赛 现阶段只能是这样